欢迎收看非凡大探索 我是温婉婷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找找台湾味 肉羹和鱿鱼羹是很多人百吃不厌的小吃 在基隆仁爱市场里这家羹面店 肉羹的做法很特别 不同于一般肉羹是直接煮熟 而是将肉块先裹粉油炸后再加入汤里 不但增加了嚼劲 还多了一股酥脆的口感 另外招牌鱿鱿鱿 选用阿根廷鱿鱿鱼 透过独门配方后发后 不但保留着鱿鱼的鲜甜 吃起来还格外爽脆 好味道至今已经传承了15年 成了仁爱市场里的热门小吃 鱼酥跟冬粉 小心喔 用餐时间将近 位在基隆仁爱市场角落的小摊 也慢慢变得拥挤 鸡肠碌碌的客人 不怕夏天高温 也要吃上一碗热腾腾的羹汤 可见这间小摊的魅力不容小觑 我就是发觉它们汤是特别好吃啊 基隆的其实美食肉羹也很多 但是它吃下很特殊啦 摊头前正忙碌的老板夫妻 看上去模样年轻 但这每一碗实在的好味道 可是传承15年的在地经典 我们这一个是第二代 我妈妈传给我的 它目前是第15年 这个东西是我妈妈那一边的长辈传下来 一年一年的生意越来越好 想把口碑做出来的 妈妈打下的基础 让郭汉泽选材用料不敢马虎 招牌的香酥肉羹 选用问体柱后腿肉 切成块还得下料腌制24小时 我们里面主要成分就是 酱油啊醋啊还有蒜头啊 让它下去做腌制 那肉的部分我们 像我们腌下去就是一天 第二天的肉如果有多余的话 我们就不能再用 特别的是这里的肉羹不加鱼浆 也不直接水煮 而是选用整块的肉块 先后裹上湿粉及干粉 做法如此繁杂 自有它的道理 那湿粉的用意是会 让它可以保住肉原本的水分 跟它的味道 那个湿粉下去之后呢 外面会再裹一层干粉 干粉的用意就是会让它 外面会有出现粗糙跟颗粒感 裹上两层粉的肉羹 外观小巧却很扎实 取名叫做想熟肉羹 这个酥字也绝非装饰 我们的肉羹的部分是用炸的 吃起来完全不同的感觉是 它会有一个香香脆脆的感觉 你泡酒呢 也会有一个另外一种 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看个人食堂 这么特别的做法 来自当年第一代老板 自行研发的创意 想让客人品尝不一样的肉羹苦味 也因此成为店里招牌 比较有嚼劲 不会像有的一般吃起来都烂烂的这样子 酥脆的肉羹油炸后肉汁依旧饱满 这样扎实又酥脆的口感 搭配有面面条 还有勾芡的汤头 就是最经典的台湾味 汤头很鲜甜 也增加汤头层次 柴鱼和蒜头的香气相互衬托 再加点沙茶酱和九层塔叶冲出香气 让人百吃不厌 除了这碗招牌肉羹 店里头的鱿鱼羹同样也养了一批中食顾客 鱿鱼的部分我们是使用进口的阿根饼的鱿鱼 那是使用鱿鱼的尾段的部分 我们都没有果浆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要让客人吃出鱿鱼原本的 原本最原始的那个味道 同样选择不果浆的方式料理 新鲜的鱿鱼得在店家的秘方中浸泡四个小时 在经过走水步骤之后 鱿鱼的鲜味和脆度才能保持在最佳状态 常常来吃尤其是它的沙茶鱿鱼 它的鱿鱼很脆很新鲜很好吃 让客人点头说赞的招牌鱿鱿鱼羹 厚度适中又不认口 咬下一口爽脆的同时 还能吃到鱿鱼鲜甜的原味 搭配细嫩的米粉和带点蒜味的羹汤 三种美味相辅相成 因为有的味精香太多的话 你吃的会口渴 它们家的部分 柴鱼啊 然后高汤啊 然后沙茶 它们家就好加一些蒜头树在里面 另外老客人的口袋选项 也肯定不会错过这碗花枝羹 我们家的花枝羹的部分 是选用乌石岗的花枝羹 那我们的配合厂商家 是我们自己的亲戚 肉块的部分会选用 比较中间的部位 中间的部位会比较软 姜的部分就会选用花枝下去打成 跟鱼浆混合打出来的那个姜 花枝羹口味清甜 还能咬到大块花枝肉 口感扎实又饱满 想吃重口味 还可以搭配自制的鱼酥和辣椒酱 经典美味百吃不厌 比较香很奇怪 它那个鱼酥就特别特别的好吃 我特别喜欢 每次来我就会叫 不管是叫面或是会再另外 再加一包鱼酥 懂吃的客人来这 还会再点上一碗卤肉饭 油亮油亮的咸香卤肉 肥瘦适中 又淡又淡淡甜味 让人吃了还想再吃 CP值高 吃一碗量又足 最主要量很足 不像你在小小碗 用料实在的羹汤 让客人用铜板价格 就能吃得很饱足 郭汉泽延续上一代的手艺 在市场打拼多年 成功获得客人肯定 那卡巴以前贯彻的是 专心地把一份工作做好了 你一定会得到你的成果 你会觉得严肃父母的手艺 是一件压力大的事吗 毕竟之前爸爸妈妈做的时候 生意真的很好 其实一开始会有一点 因为相对另外一点是 不想要让他们失望 对啊 那给我自己的观念 我会想要做得更好 不会想说让他们觉得说 他不会给我们压力 爸爸妈妈不会给我压力 那他会一直是 反方向的去鼓励我 少年淘鸡洗手太太 接手父母亲留下的摊位 继续为这家常味道拼搏努力 也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 你喜欢吃卤味吗 卤到走糖色透亮又入味的卤味 香气四溢 总是让人没有办法抗拒 在板桥重庆市场里 有一滩30年历史的卤味滩 只用少许中药材和酱油 糖 盐 简单调味的卤汁 每天都要卤三四十样的卤菜 受欢迎的猪脚和腿裤 要在锅里慢慢地卤到赤红色 同时保持PQ肉嫩的口感 还有卤牛腱 带有筋肉胶质 肉质吃起来不干柴 都深受客人的喜爱 傍晚的黄昏市场 这家卤味滩 有多大四十样的卤菜 让人挑不完 在这里住三十几年了 都吃他们的卤味 他们的卤味真的很棒 都很入味 很香 因为我这边买很久了 卤得很入味 很好 蛮好吃的 我一买好多年 这应该至少又有几十年 把月子 我一天大概要 要卤差不多四十几样 早上来我就是来备料 然后准备要卤的东西这样 烫猪脚 然后鱼盘 然后猪垫跟炸腿 这些东西要先准备去心 还有去它上面的那个杂质 拥有死忠老主顾支持的 就是这间会在板桥重庆市场里 卖了三十年的老卤味摊 每天一大早就要全体总动员 为了准备四十样卤菜 新鲜的鸡腿要先仔细去毛 减去多余油脂 而猪尾巴 银蟹 鸡爪 还有小豆干和大黑干 统统都要赶在同一时间炉起来 滚滚沸腾的卤锅又香又热 闷热的高温也让曾燕翔汗汗入雨下 很辛苦 很辛苦 都没有六日可以休 也不能记录影 小孩直接都快没有了 幽默看起来像是曾燕翔的保护色 他心里知道无论再苦再累也要担下来 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当家的人该要有的担当 更是他岳父传下来的鲁味摊 忘记我学多久 未婷 我学多久了 这怎么讲学多久 慢慢慢慢练 慢慢练 正这样子好了 我来这里混几年了 好像八年了 你说你16岁就来 高二 还是个年纪轻轻的 小伙子的时候 曾燕翔就来这里工作了 多年来他更把岳父的话 当成精神总指标不敢忘 他就是说品质一定要顾好 别人怎么讲 那是他们的事情 我们得 你就是要坚持 坚持我所教的 绝对不能敢 他说二代跟一代不一样 二代不是像一代一样 做起来就好 而是要做到传承 对 比一代还要更难 岳父的话就是圣旨 直到两年前岳父突然过世 张母娘也表示想要退休 于是曾燕翔和太太正式接班 每当太太吴婷婷忙着 削三峡来的绿竹笋时 曾燕翔也不得闲 就在后头过好每一锅大锅 像鸭翅还有鸡脚 跟猪脚还有牛腱 这些东西就是一大火滚了之后 就要把它转成中小火 让它继续滚 味道才会进去 因为这些都是比较属于 大样的大鸡鸡的东西 对 像鸡腿的话呢 滚了之后呢 火就要熄掉 不然它的水分会不见 不光是火候 曾燕翔说要卤出外观饱满 有入味的乳味 要细心照料才行 只要有空的时候 有经过的时候就一定要去拌它 味道才会进去 所以不能标准很重要吗 不行 不能 那个是门外汉的做法 锅子里Q端的猪脚 曾燕翔小心翼翼翻动 认真的复刻出岳父的传家乡 受欢迎的猪脚和腿裤 都要染上这般赤红亮色 要看起来蓬润可口 才能捞起来尽客 不过小豆干和大黑干 大鱼可就不一样了 当它冷却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干干皮肤 所以当它快要滚的时候 不能让它滚起来 然后把它不关掉 然后就要让它泡起来 小豆干越泡越久 它味道越香